台灣人終於可以出國了 4月1號即將出團的台博航班 讓不少人都很期待 但是首發團價格可不便宜 團費大約從6萬元到20萬元 通通都有 不過旅遊達人也說 到碧海藍天的帛琉旅遊 主要活動都是水上活動 幾乎都能夠保持社交距離 帶著氧氣瓶潛入水裡 巨大的玫瑰珊瑚就在旁邊 也能看著海豚在水裡撒嬌 在大太陽下一躍而起 不想玩水也可以 小小溯溪後欣賞壯觀的瀑布 帛琉泡泡4月1號就要起航 在台灣被悶壞的民眾都很期待 也不用擔心會跟當地人 有太多接觸或是人擠人 帛琉它90%以上的景點 其實都是在海上或是海底下 同樣固定的導遊 同樣固定的這個飯店 同樣固定的餐廳的話 其實會接觸到當地的機會是不多 旅行車也打算主攻國人愛趣的 牛奶湖 水母湖 海豚灣等 一早先到碼頭集合 搭船出海到浮潛點 就能開始一系列水上行程 接著再到島上吃午餐 又再往下一個潛水點 讓旅客享受滿滿的陽光 或是往北走路上行程 看天使瀑布等等 不過詳細的景點都還在規劃 但整趟旅遊價格已經大致有出行 帛琉官方那一邊有四出 大概有八間的飯店 其中像是老爺 還有像是帛琉飯店跟帛琉大飯店 中等級的飯店的話 價格會都大概落在六萬塊以上 比疫情前三萬左右的價格 硬生生漲了一倍 東南五天四夜價格 還會再多一萬五左右 而且還不包括採檢和保險費 還有像是KK Day也開始規劃 四天三夜想壓在六萬 五天四夜高價團包採檢費用 可以來到二十萬 雄獅和採檢費也大約落在七到九萬 回回將近一年多 想感受南國風情和海洋的慶良 再高的價格還是有民眾願意買單 華視新聞王興隱孔建議 台北報導